吳卓熙這日以店長身份為流浪貓九二賣籌款 其實阿翁家裡都有養貓 不過因為他經常不空而假手於工人姐姐 現在就出事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要檢討一下 因為我養貓基本上都不理我 我想抱牠就當成仇人 通常都走開 而且警覺性很高 但我的工人就不是 就像是牠媽媽一樣 基本上像狗一樣跟著牠 我從來沒有見過 所以其實自己也覺得很殘忌 媽媽也笑我 你看你 給錢養牠也不會跟著牠 牠覺得那個工人才是牠的主人 基本上我看到我工人的態度 和牠抱牠的手勢很像牠的兒子 他疼愛牠 我看著牠是疼愛牠 煮飯又抱在牠的爐頭 看著牠 針水就這樣 那我工人就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最近不少人為了防風措施 用膠紙發揮無限創意 原來阿灣朋友的工人姐姐 也有跟上潮流 昨天有個朋友在家裡 叫瘋人去貼玻璃 他的玻璃很大 他還未搬回家住 他就貼了一塊膠紙 貼了一個很小型的十字架在上面 我覺得這件事很好笑 而且這個人是林峰 他昨天跟我說 你看看我的工人 他知道十字架在上面 應該是基督徒